各位观众 秘鲁当地时间11月16号上午 亚太经合组织第31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在秘鲁利马会议中心举行 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 并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 共促亚太发展的重要讲话 习近平抵达会场时 受到伯鲁阿尔特总统热情迎接 习近平在讲话中指出 几十年来 亚太经合组织带动亚太地区 实现大发展 大繁荣 大融通 助推亚太成为全球经济最具活力板块 和主要增长引擎 当前 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 亚太合作也面临地缘政治 单变主义和保护主义上升等挑战 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 亚太各国要团结协作 勇于担当 推动构建亚太命运共同体 努力开创亚太发展新时代 习近平提出三点建议 一是 构建开放融通的亚太合作格局 坚持多边主义和开放型经济大方向 坚定维护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 多边贸易体制 着力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和互联互通 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通畅 今天 我们将通过亚太自贸区建设新的指导文件 相信 将为推动亚太开放型经济发展 注入新动力 中国坚持以开放促改革 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 积极扩大自主开放 愿同有关各方探索商谈数字和绿色领域贸易协定 持续扩大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 二是 培育绿色创新的亚太增长动能 要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 在人工智能 量子信息 生命健康等前沿领域加强交流合作 营造开放 公平 公正 非歧视的创新生态 推动亚太地区实现生产力跃升 坚持生态优先 节约 集约 绿色低碳发展 推动数字化 绿色化 协同转型发展 塑造亚太发展新动能 新优势 中国正在因地制宜 发展新制生产力 深化同各方绿色创新合作 将发布全球数据跨境流动合作倡议 愿同各方共同促进高效 便利 安全的数据跨境流动 为亚太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三是 束劳 普惠包容的亚太发展理念 要加强经济技术合作 加大对发展中经济体和弱势群体的支持 共同做大并分好经济发展蛋糕 让更多经济体 更多民众共享发展成果 中方将在亚太经合组织推进提高居民收入 促进中小企业集群式发展等倡议 助力亚太经济普惠包容发展 中国将担任亚太经合组织2026年东道主 期待同各方一道深化亚太合作 造福亚太人民 习近平强调 改革开放是中国和世界 共同发展进步的历史进程 中国共产党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 300多项重要改革举措 就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 提高人民生活品质 建设美丽中国等各领域 做出系统布局 中国发展将为亚太和世界发展提供更多新机遇 中方欢迎各方继续搭乘中国发展快车 为实现和平发展 互利合作 共同繁荣的 世界各国现代化 共同努力 会议由秘鲁总统伯罗阿尔特主持 主题为 赋能 包容 增长 会议发表2024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马丘比丘宣言 关于亚太自由贸易区议程新展望的声明 和关于推动向正规和全球经济转型的 立马路线图三个成果文件 15号晚 习近平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欢迎宴会 王毅参加上述活动